哈喽大家好,我是雙汐 咱们上回说到,对于地球而言 现在人类怎么看都是像是 从外太空来的一个外来物种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距今35000年前 智人突然出现了 随着来的是尼安德特人 从地球上消失了 直到公元前11000年,这种衰退 到达了巅峰,几乎已经找不到 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大洪水可以解释 而且这个大洪水已经得到了现在 地质学家的普遍认可 今天继续来讲我们地球编辰史系列 今天是第二个 一段时间西方人都以为 他们这个文明是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直到1977年,拿伯伦带着他的军队 来到了古埃及 看到了金字塔和尸身人变像 后来才知道古埃及的文明 永远早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这个西方的文明是 一度认为 啊,我找到根了 他们这个西方的文明是来自于埃及 但是啊,记住这个答案是错的 不是来自于埃及 就考古发现啊 无论是这个西方的文明 还是这个埃及的文明 他们都起源于苏美尔文明 就是现在这个 近东这个地方 也就是近东文明 古印度和古中国呢 普遍认为是 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 因为没有骂绝书 确切的证据 来证明这个上古文明存在 所以如果将古中国的文明 放进去的话 那基本上会更加精彩 你想啊,西方有大洪水 那东方呢,有女娲补天 大雨治水 团土造人 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共通的地方 先挖一个坑 以后我会出一个 视频专门说这件事 现在认为是 古埃及文明会更早一些 大概是开始于 公元前3000年 就是咱们是公元前2000年 那苏美尔文明呢 就是现在人的历史上 一直最早的文明 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 这考古挖掘工作呢 就开始于1877年 单单就是一个小小的城 挖了50多年都没有挖完 考古学家 他们要挖哪呢 他们只知道 近东这个地方肯定有 但是具体 什么地方 他们到哪去挖 他们也挠头 就是不知道 但有人就说 这个旧约圣经 好像记载了位置 然后啊 他们就是 就与其无头仓仰 到处乱撞 就不如看看 书上是怎么写的 就看看人家这个 大家想想人家这个英雄池啊 要是我肯定就是 挂一张地图 然后扔废标了 扔到哪是哪 既然有一个这么好的方向 那就去挖吧 结果还真让他给挖着了 这些被埋在地下的城镇 和正经上说的位置不谋而合 有一段就这样写了 他国的起头 是巴别 以利 雅甲 甲尼 都在施拿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树去 建造尼尼威 利和伯 加拉 和尼尼威加拉中间的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就这样一句话 这里面涉及了所有的地名 就有些地名就比较拗口 所以我读着也不是很方便 而且有一些古城 就比如说加拉 这个当地人现在还叫这个名 所以就是一下就找到了这些地儿 就是旧渝啊 就描述的这个地方都是苏美尔 然后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呢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 就原来这个旧约里面记载的 都是真的 这个旧约曾经一度 人们把它当神话故事来看 就地位和咱们的以前山海经是差不多 都是神话传说 但是随着考古越来越深入呢 他们就发现圣经写的这个东西 好像都是真的 如果考古专家不去挖这个东西 他们还以为就是旧约这些圣经 还以为是神话故事呢 其实我小时候 我老就信这个基督 然后主要也是因为我老得病了 然后才去信基督的 然后平常就偶尔无聊 就跟着去做礼拜 到那儿呢 基本时间长了 就看发一些书 叫什么福音的 我还会背一段 就是天主耶稣基利司多 我中罪人得罪于天主 而今又要爱天主 望天主赦我之罪 阿门 大概就这样 言归正算 就是在京东这块挖出了好多好东西 就挖出了当时这个苏美尔的宫殿 人们的住所 神庙 战车 武器器 珠宝雕像 还有镀金的头盔 金属的挂盘 饰品 等等等等 出土了特别多的东西 既然出土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包括还出土了一些 那个泥板 就是文献后来经过解读呢 这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们就发现苏美尔这个文明 就非常的先进 这实版上记载着是有关宇宙的神话 史诗 还有一些商业合同 婚姻和离婚的记录 天文表 星座占卜 数学公式 地理表单 都有 而且公元前4000年 就相当于距今得6000多年了 就别的地方 人们可能都还在穿兽皮打猎 还在河边找那个打火石呢 但他们已经是非常的先进了 有多先进呢 这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惊呆了 当时这个文明就已经有印刷术了 但是他们这个印刷术呢 是比较粗糙的那种 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 课的那个章 而且他们当时是60斤 你想一小时60分钟 一分钟60秒 一个圆是360度 这些东西我们都沿用至今 就是从几千年的苏美尔那边开始 而且后来他们掌握了冶金技术 这个所以在他们这个文明里啊 出手了很多金属的物件 这坚决说明当时这个文明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这个冶金技术在烧窑里面 冶金的话 它是需要特别大的能量去加热的 但是京东这个地方呢 就产了大量的石油 用这个石油呢 就加工成石油成品 制作出了沥青啊 板油啊 防水材料啊 就是粘合剂涂料 还有油漆 居然还有玻璃制品 而且当时这个苏美尔还掌握了纺织和服装的技术 他们身上的衣服穿的那是非常的时尚 此时别的文明还在穿瘦皮呢 而且他们制作了大量的珠宝饰品 就是他们不满足于穿的好看 他们还满足于戴的好看 就纺织和服装大家都知道 它是需要亚麻和动物身上的那个毛绒的 这个苏美尔呢 他们最先掌握了这个亚麻的种植技术 像猪牛羊他们也都很早就驯服了 所以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好羊毛了 当时的苏美尔发明了 面包麦片甜品蛋糕烤饼烧烤 而且他们还会酿啤酒葡萄酒锅酒 还会做酸奶黄油奶油奶酪 而且他们的烹饪呢 那个食材也是非常的多的 就是鱼肉牛肉羊肉 这简直就是小康生活呀 他们把那个鹅和鸭是要供奉给神的 而且不管如此 他们这个社会的构成也比较先进 出土的这个地方呢 就发现了国会 就发现了有法律系统 之前人们一直认为 最早的法律系统应该形成于公元前1900年 古巴尔伦出土的那个汉姆拉比法典 但是苏美尔这个呢 就要更往前一点了 苏美尔这个是在公元前4000年 就是不光有法律文献出土 而且还有很多要点和农利 就苏美尔文明的社会 甚至还有公司 物流 企业 物流呢就是靠那个马车和牛车 甚至还有学校 那帮小孩呢 就在学校里学 学东西 学什么呢 他们学那个叫 宇宙学 植物学 动物学 还有地理学 最后还有数学和神学 看来这个数学走哪儿都是跑不掉啊 这苏美尔比较厉害的一点呢 就是他们还会做外科手术 而且当时规定的是 外科手术如果失败的话 这个医生就要受到惩罚的 就是从那一个出土的泥板里面可以看到 曾经有一个外科医生 他给病人的太阳穴里面开刀 然后把这个人的眼睛弄瞎了 然后这个医生的手呢 就作为惩罚被掉了 他们这个医学的先进程度啊 不光是会外科手术 他们还会器官移植 这个器官移植就很现代了 他们是不相信什么咒语魔法 这些封建的东西 而且他们也不用这些 他们会认为这些都是迷信 他们是用那个植物和矿物 合成了一些合成物 帮助患者清理伤口 我们现在就感觉好像是多了一些 汽车电脑和手机 就互联网方面的 像什么百内障啊 器官移植啊 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医学也是能做到的 一点也不比他们差 但是有一项啊 他们记录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 就是他们记录了一个叫做复活术 你们不是不迷信吗 我就纳闷了 关于复活术这个文字是这样表述的 他们指挥着迈国与光辉 六十次的生命之水 六十次的生命之食物 他们将其撒下 紧接着伊南娜复活 后来他记载呢 有一个叫吉尔加美食的 他就很相信这个复活术的存在 于是呢他就穷尽一生去寻找这个生命之术 这个伊南娜不是一般人 后来人称爱神 这个伊南娜曾经灌罪守护神恩基 并且骗走了许多神圣 有文明的知识 可能大家也听起来了 距离现在将近得有六千 六千年的一个社会组织 他们为什么这么先进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从哪里来 谁教了他们这些东西 他们为什么突然又走了 这些呢直到今天都无法解释 我曾经问过一个学宇宙学的 他说这些谜团啊 他们当然知道 只不过有些东西为了方便理解 就那么认为吧 其实最后呢 作为人类的先祖 为什么不留下点明确的信息 就有啥话直接说就好了 就是让我们这些后辈啊 天天乱猜猜来猜去的 啥时候是个头啊 好了今天就这样 拜拜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あと1个小城 1个小城 2个小城 3个小城 2个小城 1个小城